團結委員會訪問團連同中文傳媒的一行三十多人 是在昨晚起程到灰省訪問 委員會成員之一的陳志棟表示 透過實地接觸能夠加深對灰省分離問題的了解 訪團結應該都要去親身實際體驗到 這個灰省省的人的風土民情 他們的人的不是說只是政客 不是說只是他們的一個Bouchard是說些甚麼 也就是聽一下他們街上的人是說些甚麼 陳志棟還說訪問團的成員大多數是在移民之後 留在家國落地生根的 當然是希望加拿大團結 訪問團從溫哥華出發前往厄泰華和滿地可 灰北黑市以法裔居民為主的城市 計劃在星期日25號晚結束 BC省華裔家人國家團結委員會 在第一日的訪問行程就會見了總理克里田 以及各級政府事務部部長迪安 總理克里田就完全不擔心 認為灰省自由黨的候選人莊謝里 一定會打敗灰人黨的布莎 布莎是不會有機會舉行全民投票的 至於各級政府事務部部長迪安就指出 假如布莎是要灰省脫離加拿大 就還有很多工夫要做 新時代電視記者蘇嘉欣在首都厄泰華的報導 從經濟國度來看 說滿地可市是灰省的經濟之道 一點都不過泰 滿地可一個城市的經濟活動 就佔了全灰北黑省的五成半 而當地的航空技術 就更加是世界上排名第四的 跟很多加拿大的城市一樣 美國是滿地可的最大貿易夥伴 不過在近年 尤其是灰省政府去過中國兩次 作貿易訪問之後 對中國的貿易亦都越來越重視 滿地可市的市選會在11月1日舉行 雖然滿地可的華人人口 佔全市人口不夠2% 但有二連任的滿地可市市長Pierre Bocca 也都不敢輕視華人的選票 展望未來 Bocca說滿地可最需要的是 搞好經濟 增進國際間的貿易 新時代電視記者蘇嘉欣 在灰省滿地可的報導 BC華裔家人國家團結委員會 結束了5天的訪問之後 一行人25號深夜反對溫哥說 訪問團指行 首先由聯邦亞太事務部長陳蔡宇陪同 在厄泰華 霸匯總理克里田 如各聯邦各級政府事務部長迪安 就灰毒問題 交換意見 隨後訪問團前往灰省 會見當地的政界和商界領袖 了解他們對獨立問題的看法 訪問團更轉往灰毒大本營聖桑地區 跟當地激進和溫和派居民 溝通對話 成言之一的西門飛沙大學港師 謝金指出 他曾經訪問灰北黑很多次 但因此他對灰毒問題 有了深刻的體會 真正他的了解 他們對於停在加拿大並不是反對 只是他們對於他們自己文化的保存 有很大的要求 那我希望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做一番努力 我們這次旅行對很清楚地告訴他們 我們希望他們留在加拿大 而且我們得到的反應也是他們對於留在加拿大也是很願意的 委員會亦一次同意 灰毒的成因複雜並且不容易化解 但他們仍將透過邀請灰散組團到本營訪問 策劃學生交換計劃等方式延續東西兩地的溝通 委員會亦對本台記者隨團訪問表示感謝 認為這樣對促進本省華裔認識灰毒問題 有正面的意義 而本台亦將就於次訪問 在日內推出一系列的報導 敬請留意 新時台電視記者陳朗報導